老師今天有附給你一些圖表 這是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ECD OECD是比較發達的國家經濟合作計畫團組織 再來是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其他就是包括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他們的團結體 這個就是布蘭特原油 全世界這個原油的基準 Benchmark 它就是這個走勢 另外 第三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圖表 這個圖表就是油價 原油價格每一桶 在五十塊的時候 他對於這些 左邊列出來這些國家 經濟上的 在五十塊的時候跟一百塊的時候 他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的衝擊 如果是在左邊的話是負面 右邊的話是正面 所以就是說 這個油價高低 它牽扯到的這一個 因素感就很多 可是它結果有一點 影響有一點多 所以 對前油經濟來講 最適顏油價格 這個字要記起來 最適 譬如說 你的電腦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難道是最適嗎 不見得喔 因為你的電腦如果 本身裡面的那個 硬體的這個 極速不到某一種地步 你這個一直更新 跟到某個地步 它不能亂啊 所以不見得是Optimo Optimo 以中油來講 油價越來越到越來越高 是最適嗎 不是啊 因為 政府有一個叫什麼 你最多到多少錢 你超過的話怎麼辦 就要實施緩降機制 緩降機制的話怎麼辦 就是你不能夠 全部讓消費者去承擔 你要懂 有一部分的 中油要吸收 所以對中油來講 它的最適的價格 不是越來越高 而是什麼 而是我達到的嘛 你剛才就要高點 不要再往前 不要去動到 這個所謂的 緩降機制 因為你動到緩降機制 然後怎麼辦 它就有一部分 你中油 是要自己吸收 現在就要虧一點 虧一點 所以Optimo 一定要注意這個字 譬如說 如果一家公司 它 一家公司有工廠 它每月生產三萬台的 這一個 Nodebook 幹嘛 可以達到最大的利潤 那就是Optimo 如果超過三萬台 可能開始 會有一些自銷 會有一些庫存 會有一些 要賠錢 所以三萬台是Optimo 所以不是 不是一家公司 或一家工廠 但是生產業作業 不見得的 不見得的 像有些公司 你們有聽過那個 東華核仙 一家上市公司 那些公司只要是 一生產 他就賠錢 所以感覺怎麼樣 感覺不錯了 收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生產 越多賠越多 那就它最適合 怎麼辦 就不要生產 不要生產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那個核仙的顏料 它沒有辦法從中國拿 沒有辦法從中國拿 所以它的成本就是比別人高 所以怎麼做就怎麼賠 乾脆怎麼辦 不要做 不要做就什麼 就只賠 是這樣子 所以要有這個概念optimo 所以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北歐國家 它那個 同居的人 眼比結婚的人還要多 為什麼同居生的小孩 眼比婚生的小孩還要多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就是 北歐國家在家所有的 這一個所謂的 經濟條件 社會條件 法規條件 社會福利條件 各種比較之下怎麼辦 optimal的抉擇 optimal就是最適當的 最適合抉擇 最適合抉擇 那我這個問題就講說 全世界最適合的營油價格 是煤桶 50塊到75塊之間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高 有點高 因為前天的話 布蘭先生也有煤桶 充到 盤中充到80 收盤的話是79.5幾 那這兩天 這兩天就是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講說 他這個情形油價過高 這個會衝擊到經濟 他要 跟那個 跟那個 None OPEC的領袖 就是俄羅斯講說 我們怎麼來 擴大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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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個consumers 消費國 注意喔 像那個 像印尼阿 印尼它是產油的 產石油的 可是怎麼辦 可是它的石油 是 不夠 國內使用的 所以怎麼辦 所以如果不要講說 產油國 消費國 進出口 進入口 所以 印尼的話不然應該是 進入口國 進入口國 他還是要進口 進口這個石油的 所以 所以有些 生產國 它還是要進口 進口 所以要花錢 就滿油的 知道 它對於這樣的國家 怎麼辦 它在經濟上 以及財政上 影響如何 比如說 比如說如果這個石油價格很高 當然這些中東的產油國跟俄羅斯 很爽 對不對 錢多多 錢多多 怎麼辦 你在這個俄羅斯 俄羅斯的這個 本來在這個 1991年 整個蘇聯瓦解 十年之間 很爛 可是為什麼普丁後來 整個讓這個俄羅斯 複興 也就是說 運氣很好 碰到什麼 碰到這個油價 標到這個80 100 110 120 那個俄羅斯怎麼辦 大賺錢 大賺錢 他就有錢 搞這個國家建設 軍事建設 所以它整個那個 武力 都恢復了 恢復了很強 恢復了很強 你要看這個 Conventional VS Share 就是什麼 傳統油 對什麼 對頁岩油 傳統油就是我們搬 怎麼辦呢 就是這個 在那個 找到油礦 就開產 就出來了 或是說有可能在海底 挖個什麼 油井 開產 這叫傳統油 頁岩油不是 頁岩油就是頁岩 Share 這是一個最新技術 是美國人搞出來了 出來了 就是在 因為地質協家 還有食物業者 他們發現 就像老師 老師給你們這一個 這個圖片的 這個右邊這一張 這個就是頁岩 你給它點火 它一直燃燒 幹嘛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在 葉岩的那個 一片葉岩 跟一片葉岩中間 那個縫隙 心理 裡面有油氣 有油氣 所以怎麼樣 所以它是海流石油的啊 所以你如果有辦法 開發一種新技術 這一種新技術怎麼辦 你可以把這個 不管是在這個 地底下的 或是海底下的 或是大陸棚的 各種地方呢 這個葉岩 跟葉岩之間 那個霞縫裡面的油氣 把它開採出來 像第二行的這個照片 左邊這一張 這一張就在跟你說明 葉岩油是怎麼樣 能夠把它提採出來 然後這個葉岩油的這個開採技術 是美國的這個工程師發明的 所以也是當到美國很多忙 為什麼 因為美國以前的話 美國以前的話 雖然就是說這個什麼 賓州、德州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 墨西哥灣啊 這邊有採一些所謂的石油 可是它是不夠用 不夠用的話 必須要從這個中東進口 所以以前的話 只要中東即是不安的話 它就會受影響 可是 可是自從美國 葉岩油的這個開採技術 成功之後 它反而成為這個 它反而成為這個 石油生產大國 它反而成為一個 石油的什麼 進出所國 進出所國 所以 所以有時候這個時候 你如果是 傳統營油的這個 生產國 拿槍 我們現在要割它 我們現在要減產 把這個價格撐高一點 有時候這個時候 美國的這個 葉岩油的公司 趕快怎麼辦 趕快大量生產 搶什麼 搶那個market share 搶市戰利 你這個傳統油 傳統油的國家怎麼辦 你產量要降低 要撐油價 我撐這個時候 葉岩油怎麼辦 大量生產 還是一樣 比較supply 又多了怎麼辦 油價怎麼辦 又會降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前世界中央人基準 是一個北海的布蘭特原油 另外一個基準 就是紐約期貨交易市場 這一個所謂的 WTI 西德州中期原油 為什麼布蘭特原油 都已經到了快80% 西德州中期原油怎麼辦 還在71-72 就是因為怎麼辦 就是因為 這個 整個這一邊的市場 除了傳統油之外 還有什麼油 還有業油 所以它的價格 沒有辦法跟布蘭特一樣 就是掉那麼高 掉那麼高 另外的話 就是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rganinating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跟什麼 跟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還有其他國家 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裡面 最大老大 像是沙烏利亞的國 非石油輸出國家 最大老大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 他們都是合作得非常好 這個OPEC當然 怎麼會使用口角制 就規定 跟進你的油井數量 儲藏量 運存量 然後你們每一年可以 每一天 每個業 可以生產多少 幾百萬筒 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是 OPEC 跟NanoPEC 合作 尤其是沙烏利亞大陸 跟俄羅斯合作 基本上就是說 不會冷乾 不會就是說 爆量生產 爆量生產的話 你油價就會暴底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石油公司 煉油廠 跟什麼 跟消費者端 消費者端就是 一個加油站 加油站 就是批發商 充盤商 這個我們就 一般的開車的 你要加油 加油 那 會有什麼問題 inflection 你如果油價太高 油價太高 沒辦法 我氣油價漲價 然後你要知道 七五一漲價 很多其他行業怎麼辦 就要跟你漲價 譬如說 快遞業 對不起 我必須要漲價 要不然我破壞成本 計程車說 我要漲價 我破壞成本 然後火車 他說我要漲價 要不然有成本 你連那個 那個 大巴士 柯林大士 他說我要漲價 因為我是用汽油 我要多少成本 那你連那個 連那個 又已經用電力的這個火車 他也說我要漲價 為什麼 因為什麼 因為台電有很多的 發電廠是燒什麼 燒油的 他不只有燒煤的 你現在油價上漲 的話怎麼辦 當然電費也會上漲 所以他都要漲 那你什麼都要漲 那你什麼都要漲 什麼都會漲 這個貪犯也要漲 新巴克也要漲 什麼都要漲 對不對 這個就會怎麼 就會inflation inflation 那你如果 人家一直 你不是只有inflation 你是hyperinflation 惡性通貨膨脹 那就完蛋了 非常完蛋了 非常完蛋了 就是物價高漲 物價高漲 然後呢 由於怎麼辦 由於 譬如說你本來每個月的薪水是四萬塊 你每個月用於這個加油的錢大概是三千塊 可是這樣的話 搞不好你要變成五千塊 那怎麼辦 你就會產生calling out effect 排體效應 排體效應 我因為怎麼辦 你要用在加油上 交通上面的錢有沒有 比較多 所以怎麼辦 所以我就必須要把用在其他方面的購買的 這個expanding怎麼辦 降低嘛 所以其他行列的這個 這個警示的怎麼辦 就會下降 就會下降 然後再來 你如果是通貨膨脹 惡性通貨膨脹 幹嘛 中央銀行一定有什麼政策 他怎麼辦一定調升什麼 調升利率 他基本重度一定是調升利率 為什麼 因為我調升利率的話 就可以什麼 credit crunching 就是緊縮信用 我調升利率之後 就是變成說什麼 變成說 你要貸款的成本 就比較高 比較高的話怎麼辦 就比較緊縮信用 緊縮信用 緊縮貸款 讓你比較不敢這樣 隨便去貸款 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 你這個所謂的投資 就會減少 就會減少 然後就recession 如果控制不好的話 那經濟不景氣 不景氣的時候怎麼辦 Austerity 你要進入到什麼 進入到結益縮時 這個狀態 然後各行各業都不景氣 只有這個石油業 這個產業獨好 怎麼辦 Stock market collecting 股市怎麼辦 就暴跌了 暴跌了 所以這個思維 所以就是說 就是因為有這個影響 所以說 油價它不能夠過高 那你也不能夠低 為什麼 因為你過低的話 這些重要的產業果 怎麼辦 它的收入就不夠 收入就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像中東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怎麼辦 它就是用那個石油的錢怎麼辦 養了它很多的老百姓 你都是到公家裡 都去上班 每天沒有事 它就是有薪水 社會福利也很好 讀書不用錢 看病不用錢 什麼不用錢 你如果讓它的石油營收降低 它就沒有辦法繼續做這些社會福利 沒有辦法繼續做這些福利 我跟你講 老百姓想的好處 你如果給它收回來 它就發脾氣了 不爽 聽到沒有 所以就會動蕩不安 那也是一樣 你如果這個二維斯 你這個 食用收入越來越少的話 怎麼辦 你這個整個國家 要維持的話怎麼辦 就很難 到最後怎麼辦 就是要採用這個軍隊啊 警察、政報啊等等等等 因為你到最後就是會 牽涉到國際 那個民生 國際不好 民生也不好 聽不懂 聽不懂